谁也没想到 这个酷似锅晶晶的小男孩 在央视记者面前的这段清醒发言 让无数网友彻底破防 我没有觉得我的家庭有哪一点拿不出去 有哪一点不觉得去讨论的 我妈妈那么好 我姥姥姥爷那么好 我的每个亲人都那么好 我的家庭有哪里是拿不出去讨论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羡慕 他就是庞仲旺 曾在2017年以744的高分夺得苍州市理科状元 就连清华大学的校长邱勇都亲自去他家里拜访 虽然清华大学从来不缺学法 但能考到744分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于是邱勇决定亲自去家里接他 没想到 一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破败不堪的房子 以及堆满了各种垃圾和塑料瓶的院子 整个家里甚至都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最耀眼的当属庞仲旺那满墙的奖状 然而当大家听到庞仲旺从小的经历后 更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患有精神分裂 母亲常年瘫痪在床 他自己更是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 整个家庭全靠姥姥姥的阶级 因此庞仲旺成了整个家里最大的希望 由于家境贫困 庞仲旺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分担家务 在还没有灶台高的年纪 就已经学会了做饭 五岁左右就会做点了 但是当时只是会把土豆做吧做吧 即便没有富裕的家庭 可庞仲旺从未怨天尤人 在母亲的教育下 庞仲旺从小变得十分乐观 在他看来 身边很多条件好的同学还不如他幸福 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而他却能和母亲天天在一起 这已经是最幸运的事情了 由于母亲长期营养不良 庞仲旺每天下学之后就去捡肺皮 用换来的钱为母亲补充营养 因为我妈妈在挣钱 那我也要挣钱 我要买好吃的 因为医生说过母亲身体不好 所以庞仲旺就拼命读书 想让母亲早日看到自己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最终他不负仲旺考入了清华大学 然而就在庞仲旺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 母亲却因病离世 而庞仲旺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网友 洪人